賭王家有集體出動擦存在感了 某品牌酒店活動上以前鬥得天分地暗 絕不及對方一點好臉色的何超瓶和良安期 現在竟然開始花好月圓、洗心協力 楊漢熱鬧不嫌視大的喜瓜藍莓 感覺索然無味 豪如何家都不爭了 者經濟怕是真的不好了 藍莓強打精神圍觀了半天發現了蛙點 筆筆筆 鞋蒙窯穿的傻 平筋糧拖士媽 何家兒子們全體口鞋墊 何柔鏗這增高鞋墊 墊得腳背都變形了 已知大家者何超瓶官方身高162厘米 他墊了那麼多 也不比何超瓶高多少 這哥門兒身高抹過170吧 沒想到賭王那麼不停的身材 天偏生出了這一堆小金土豆害得超無系夢妖 就沒有暫值的機會 講真 賭王三妻四妾的拼命生孩子 最近究底應該還是對這堆金土豆們失望吧 感覺沒幾個拿得出手的是怎麼回事 女兒還好疏 兒子們統統將被燒過 唯一青頭的何又龍還不來 但是 朋友們在超能力的影響下 賭王兒子們的前女友軍團那是相當可疑 何又軍 何又啟 我們都爬過了 今天給大家爬一爬貌不驚人的何又鏗 如果說何又鏗是小金土豆 他大哥何又鏗就是小小金土豆 何又鏗是四房最早介入家族生意的 KVB台慶野 他作為本地豪生代表出席 和一眾叔伯坐在一起 似好拼命莊大人 香港澳門保良局是社會福利機構 通常由本地享有聲望的富豪家族成員任職 負責提供幼兒園保障社會福利 組織慈善活動等 四泰梁安琦原本在保良局任職 他社任後就由何又鏗繼承 四泰現在半退休狀態 何又軍在內地跑中捱 何超恩在北京教書四房名下的產業 就是何又鏗負責上班打理 賭王女兒在千華富小當老師 這歌門兒是四房唯一的霸種 或許因為年紀輕輕承擔了太多責任 何又鏗在感情上顯得相對放縱 據說賭王去世前一夜 他還帶領大批無特美女在遊艇海趴 四泰也知道他壓力大不太正面管他 何又鏗的幾任女友全員絕色 小伙伴們最熟悉的應該是TVB女星陳瑩 2021年度TVB萬千星快頒獎典禮上 女星陳瑩一出現就搶走了媒體的鏡頭 2022年TVB出了一部叫做美麗戰場的台戲劇 拍片就讓觀眾為難 劇情是有一位靚絕全港的美女大明星和同事發生增濕 鏡頭女出現了四個女生排排三 為了捧陳瑩TVB盡力了 看者海報拉萊姆梅小花電背就為了突出陳瑩一個人 網友立平看過陳瑩覺得蔡司背非常順眼 陳瑩以前明明不是這樣的 TVB新生代小花陳形劉沛月環有陳曉華原本關係非常好 2014年狗仔拍到何尤亨去片場給劉沛月送宵夜 劉沛月選港者那年何尤亨就坐在台下 兩人疑似早就有互動 家庭出身普通的劉沛月得到了豪門金貴的注意 媒體拍到的畫面裡何尤亨非常體貼 劉沛月也連聲稱讚東西好戲 然而傳聞何尤亨因這次被拍大怒 他質疑狗仔的位置是事先埋伏好的 劉沛月把他帶盡了圈套 眼看闊笑暴怒進入冷戰狀態 劉沛月就拜託好友陳瑩去找何尤亨幫自己說請 喊馬這下可好一來已去的陳瑩和何尤亨好上了 陳瑩不僅和何尤亨同由日本窄訪 更是打入了何家內部和四泰何昭恩一起堅並堅去看麥當娜演唱會 彼時正值陳瑩顏直顛峰隨便啪啪都很好看 感覺兩人交往得很認真就是媒體壞事 戀情公開後說梅說陳瑩被何尤亨包養了 還說陳瑩已經入住四泰名下的豪宅何尤亨金屋藏叫 對於這些傳聞陳瑩自己沒說什麽 到是何尤亨怒氣匆匆識責媒體 不可以用包養兩個字侮辱女性 這小金土豆還是有點霸到總裁的氣魄嗎 記者跑去問世泰梁安琪 世泰那些年多看不起娛樂圈的人啊 但他也幫陳瑩澄清 沒有哪個房子租給別人了沒有的事 似乎何尤亨還村門買了一枚專家送陳瑩陪聚 可惜這段感情還是僅僅維持六個月 聽陳瑩的意思是從情侶推回到朋友相處 家豪門真是如人飲水冷戀自知的事 當時人人說是陳瑩的演員身份何家不喜歡 愛家陳瑩還拍過性感寫真 問題後來何又君取的是夢遙 什麼大膽的造型沒穿過何家也接受了啊 估計還是兩個當事人合不來 分開後他們還會約著一起去看煙花 賭王去世時陳瑩也去靈堂悼念 和何尤亨過去的女友比起來 陳瑩可能輸在了學歷 何尤亨最出名的女友是香港名媛陳可欣 富白貌美大長腿是劍喬優等生 家世又顯赫的陳可欣每一點都符合浩門的要求 據說陳可欣的爸爸是港大教場 媽媽是香港海洋館高層 他本人兼僑僑經濟系畢業 曾在摩根士丹利等投行實習 畢業後又再高聖任分析師 履歷簡直完美 當然坊間也曾懷疑陳可欣的背景是否如此單純 但最起碼他學歷和外形都是真的 陳可欣和何尤亨相遇在一場晚宴 當時陳可欣19歲何尤亨才18歲 據說賭王和四泰對陳可欣賺不住口 一向偏愛高子雙美女的賭王更是稱讚陳可欣樣樣滿分 也許是因為年紀太少 這對根本沒有很多狗 陳可欣後來嫁給另一位高富稅 很快又出軌 明然是老公只是用來生孩子的 這個瓜也肯有意思改天爬 何尤亨的情史女還有名媛梁正恩 梁正恩父親是香港大律師 業餘又開了一家飯店經營得法 梁正恩加景恩實 兩人是在國外念書的時候認識 都是英國國王學院的學生 都是香港背景 曾一起度過了留學生涯裡無造的寂寞時光 那時兩人愛得深沉 蔣正恩過生日時 何尤亨要在某餐廳為女友慶生 但白人老闆不聽話 就是不肯按何尤亨的要求安排和佈置 何尤亨脾氣想來了 一拍桌子這餐廳多少錢我買了 感覺何尤亨沒笑看八種小說哈 安逸軒老公陳榮煉更矮 這三段感情分數不同階段 但都沒有修成證果 讓何尤軍那個弟弟後來居上成了 蔣孫師父 被困在家族事務女的何尤亨 白白背著一個花花公子的名頭 實際上後來基本沒有公開 承認過的女友 反而TVB小明星想上位 經常拉她出來碰瓷 比如2016年港姐冠軍馮瑩瑩 馮瑩瑩也是TVB一個小傳奇 奪冠那年她才22歲 那年港姐開小 屬於藝市裏面拔將軍 馮瑩瑩棄室談吐都不算上城 性在親切感十足讓人感覺沒有距離 她入行後TVB愈發江河一下 那兩年也曾用心捧過她 她本人也的確瘋狂的努力過 顏值不救身材來臭 馮瑩瑩並不介意走性感路線 2018年台興 馮瑩瑩專了一身超性感真空裝走紅毯 媒體形容她真空無底博到盡 馮瑩算是講圈爽止 說話從來不考慮後果 某中藝節目上她說自己不會選擇加油前人 因爲如果加油前人會被雪城街示功詞 這談吐又騷又無腦 畢竟那麼多家豪門家夫商的港姐 這不是一次得罪一批人 因爲她狠接地氣TVB最喜歡用她演底層妃女 沒讀過書滿身淚氣哪種角色 她出道前就有一名醫生男友 在香港醫生是肯拿得出手的職業 但這段情沒有談下去 後來她又和TVB一些18線男藝人再一起 雙方18線媒體也不是太稀罕報她們的新聞 直到2020年5月 馮瑩瑩突然被包和鑽洗黃老五何游鏗約會 媒體說那天何游鏗在遊艇會開趴 將兩手價值過億的遊艇連起來變成海上樂園 還找來一些小明星助興 馮瑩瑩就是其中之一 和馮瑩瑩同行的是江家民 媒體說江家民整晚扮乖乖女安靜如計 馮瑩瑩就不同了四處出擊 和何游鏗熱情交談何游鏗還對她上演摸頭殺 想像一下這個畫面 馮瑩瑩身高168厘米 何游鏗的身高要對她摸頭殺 難道試跳起來打了一下她的頭嗎? 反正都是口說無憑,無套無真傷的事情 媒體出的圖無鳥都爆 一群人規規矩矩,暫在遊艇上 知道的是豪門開趴 不知道的還以為微商大會擺拍中 雖說那兩年何交曠銷 不恰一格幹人才,但也不是誰都能盡 後來馮瑩發文清,此時朋友 何游鏗從未回應過此事 這件事發生後 馮瑩瑩竟然被TVB冷藏了 她以前多少能運到一些小角色 可事突然她就消息匿色了 再出身 馮瑩瑩已經考到了港大碩士學位 整個人氣質脫胎換骨 現在她早出晚季 既要完成學業 也要兼顧娛樂圈的工作 有網友目睹她在拍攝現場等待時 就拿出不基本電腦開始做作業 港女這點真的利害 匯賂重造很少選擇再臉上下功夫 多半都從讀書下手 紛紛靠知識改命 不過她和何尤康後來 真的沒有任何交集 何尤康現在還是單身 去年聖誕節 事態放話希望帶子何尤康也能組織家庭 看今天這個樣子 應該是還沒有方向 藍會亂點一個鴛鴦譜 何尤康這個身高 倒是和趙老師狠答 那天活動上 趙老師和四房各人拍了許多照片 感覺四泰也挺喜歡她的 乾脆收了趙老師 那未婚女未嫁 身高這魔般配不好找 浩門大笑配流量明星 話題杜拉門 這鴛鴦譜 你看合適嗎? 好了 今天的視頻就到這裏了 歡迎在評論區留言評論 請多多訂閱和關注 我會持續為你帶來更多精彩內容 我會坐在旁邊呢 謝謝你們 感谢观看